新闻大破解 回答新闻 大家好 中共的间谍气球会把美中推入准战争状态吗 美国地方媒体刊登的照片 意外引爆了中共间谍气球 飞艇舰队飞遍了全球五大洲的秘密 也让美国总统拜登面临着庞大的政治压力 有多在外媒形容 这触发了拜登的石普尼克卫星时刻 那么间谍的卫气球舰队 这对现代战争来说意味着什么事情 那美国政府在1月28号就已经知道 但是让这间谍气球持续地飞行 而被地方的媒体曝光之后 出动战机飞弹在东海岸击落气球 国务院则向世界的盟友伙伴通报了相关情况 而美国人民这一次是很真实地感受到 中共的威胁就在境内的领空 包括倾向支持民主党和左派的媒体 这一次也质疑拜登政府的反应软弱 而布林肯这一次延后了访问北京 拜登7号的国情资文传出也会改写 中共的说法是越描越黑 包括像日本澳洲台湾等国家 都在讨论因应中共间谍气球的相关措施 而欧洲的德国也大为惊讶 经查过往间谍入侵的活动 美国和中共的对抗大局会走向不归路吗 我们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娇龙老师 主持人好宋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 主持人好吴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两位好 我们先请教宋老师怎么看这个事件呢 为何您会认为说 这个会让美中处在一种准战争的状态 是的 这件事件的本质就是 中共对美国的一次偷袭行动 我这次也说它是一种整战争状态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一个具有攻击性侦察性 一个敌一性的这个 不管你是气球飞艇或什么东西 进入的 未经美国同意进入美国的领空 那么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invasion侵略 那么虽然说让他放行了几天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南卡的海外 将他挤落的话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fire 这个叫开火 我想一个国家未经 另外一个国家的同意 而侵入他国的领空 以至于该国被侵入的国家 本身对你进行反击 也就是开火挤落的话 那么这个不叫做战争行为的话 难道是在拍电影吗 所以我认为就是基本上 中美之间其实已经开战了 但是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准战争呢 是因为就是说双方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进去 后续的这个所谓的军事报复行动 那么之所以说它 我说它是一种边缘的状态 是因为如果双方目前开始进行 所谓的一个军事报复的话 很可能就也变成一个真实的一个战争 所以我认为 我界定这个事情的本质 它就是中共对于美国的一次 偷袭的行动 类似于当年在珍珠港事变的时候 那种偷袭的行动 当然它的剧烈的程度不可同日而遇 但是本质上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基本上如果从战争行为的定义来说的话 中美之间其实已经触动了这个战争的一个行为 那么已经处于一种 所谓的一个准战争边缘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其实已经是星星点火 可以立刻燎原的状态 而且是一种一束即发的状态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气球 它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一个飞航器 那么等同于 其实等同一部战机 只是说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廉价的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战机 其实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今天的这种科技的这个水平 已经能够把一个气球 能够把它改造 或者把它制造成一个具有 类似于取代卫星 而且能够扮演侦察 甚至是进行地面轰炸作用的 这样的一种高性能的一个飞航器 所以而且是说 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限度 还有它能够执行多重的一些任务 都是现在在那种里面 具有一种颠覆性作用 这个我待会再谈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我认为这样一个 所谓的间谍气球 它实际上是集合了侦察 干扰 通联 还有甚至可以对地面进行作战的一种 叫做小型的空中作战平台 我在前几天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现在国内很多的媒体就加以掩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样一个气球本身 它能够对于地面本身 进行长期的一个监控 收集情报 甚至是可以干扰地上的美军的各种通讯的一个设备 能够对于地面上长达可能好几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 去监控地面的武器的运输 还有就是人员的这种流动等等的 甚至它发射了 美军所发射的这个雷达 都可以在它的一个监控或者是窃取的当中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是 中共已经有这个能力来进行这种气球的这样的一种 所谓我们刚刚讲的气球舰队 能够对于地面的这些进行进行一种侦查 然后再把这些资讯传回到中共的一个作战指挥中心 然后进一步的对美国的这个本土进行精准的打击 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空票的气球 也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无人飞艇 它是一个具有作战能力的一个空中飞航器 而且它表明的是对美国释出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战略讯号 第一个讯号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中共具有这个能力和意愿 可以去侵入美国的领空 然后去探测美国的防空的一个能力 第二个就是说像美国示范一个讯息 就是说中美中序一战 中国已经中共的准备好了 而且有这样一个决心和能力 来发动这样一种战争 所以这是一种所谓的战争意图与科技能力 以及它的执行能力本身 对美国所释放出来一个战略讯号 这个讯号本身不仅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是对于将来的美中关系 造成一个极大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危机 另外我就说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第一个就是说整个事件本身 难道没有习近平同意 指挥和部署这样一件事情吗 我觉得完全是在习近平 一手策划的情况之下发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一方面说要跟美国缓和关系 那么一方面呢 你又是足这样一种侦察一个动作 甚至是一种攻击性的一个行动之后 这跟你的外交分析本身是背道而驰的 而且是自我矛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会怀疑说 习近平到底有没有这种能力 来驾驭他党内的这个权力 以及他是否要具备一个像中国这么样 一个崛起大国国家的一个统一的能力 这个治理的能力已经被彻底认为是 很足以令人怀疑 甚至是完全是失去这个统一能力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是说 我前一阵子在一篇叫做 习近平与中国悲剧的未来的系统 让你们已经指出了 就是习近平从执政以来呢 已经造成了许许多多呢 让世界各国本身搞不清楚你到底 你到底的野心是胜不可测呢 还是说你的决心本身是胆大妄为呢 你的统一的能力 是不是能够有效教育党内各个派系呢 乃至于说你对于美国的这个对抗 到底异于湖底呢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一种不确定的因素 让全世界一方面看出了你习近平 治理能力的一个不足 一方面看理就是说 你完全缺乏一个一致性的 持续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视野和行动 这个是我所看到的 另外一个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中国这样一个事件 国际社会已经充分的警惕 那么中共是一个系统性的 对全球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个国家 而且持续了有很多年一个事件 那么也就像全世界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专制体制本身的危害性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 很多国家都会认为说 今天入侵的是美国呀 而事实上证明 它的这个间谍气球 已经在五大洲在飘扬 那么可能隔天 它就可能进入到我的国家 比如像德国也非常紧张 开始来查说 我们的头上到底也没有 这个中共的一个间谍的这种气球 所以这种对于国际社会来讲的话 开始发觉到就是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本身的发动者 可能就是来自于习近平 八个字胆大妄为 然后最后是咎由自取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情势非常严重的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 就是说 克劳赛威次在战争里面讲过一个叫做战争云雾的观点 就是习近平陷入到一个就是说 面临到一个战争的情况之后 他好像在开车的时候碰到一片的这个云雾 他不知道这个云雾本身的能见度有多少 所以他现在就胆大妄忽地去闯过去 就发生了这个灾难 所以这个事情本身 在我来看的话 是美中之间一种濒临怎么样 一触即发的一个战争的一个边缘的状态 是美中关系到时为止 是最严重的一个局面 是 那我接着要请教这个吴老师怎么看 因为拜登之前他强调这个合作竞争对抗的三分法 然后这次呢 他认为他也是在美中关系上还是讲的比较轻了一点 那您认为美中的对抗会走向不归路吗 答案是肯定的 那那个美中关系从这个气球事件之后 等于是快速急转直下 非常像航行在跳水一样 那先讲一下美国的说法 就是美中关系有上个内容 一个是合作的部分 比如说他们对以前的话 防止核子扩散 对付恐怖攻击 这些都是以前可以合作的 现在的话呢 就是气候变迁的问题 还有呢 可能大家合作绿色能源之类的议题 竞争 当然就是有竞争的地方 对抗当然是比竞争更加严肃一点 严厉一点 那美中关系的真正主轴或主题是对抗 然后现在的官方说法是说是竞争 叫做控管竞争 其实是在控管冲突控管对抗 然后用一些合作像气候变迁这种议题 民主党的那个最热爱的议题之一 来稍微这个缓冲一下这个气氛 所以我们要看出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 他当他行动很强硬的时候 他的延迟可能会松一点 而不是说行动很强硬 然后如实的反映到延迟也很强硬 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会尽力追求和平 实在不得已我才开战 看起来好像态度温和 其实就是全方位准备开战 我准备开战的时候 我会说我尽全力追求和平 所以你会觉得他的言辞 好像跟他的行动不是那么一致 对不对 其实就是互相配合 所以有一个掩父一样 那美中关系在美国这种说法之下 有合作有竞争有对抗的情况下 我们都已经知道 从贸易战以来的话 双方已经定位为竞争 现在其实接着下去就对抗 你看如果不是对抗的话 美国对晶片产业的禁运这么严厉 还联合盟友一起来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做这么严厉的禁运 这已经是对抗毫无疑问 现在我们讲的就是 这个气球的议题 你看中共说他是民用 然后说他那个是 被风吹离的预定的轨道 这个说法为什么不成立呢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 民用 然后那个无法控制方向 然后误入别人的领空 首先当他偏离预定的航道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对相关的国家 比如说加拿大 召会一声 说不好意思我那边有点问题 然后你侵入别人领空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道歉 你都对哥斯大利家道歉 你为什么不对美国道歉 不对向拿大道歉 可见前后矛盾 然后当然这个毫无疑问 这个是不是不是民用 是军用 为什么 因为有关气象的研究 其实在中国都是军方在主导 这个些气球的应用 也是军方在主导 所以所谓军民合用的科技 然后推民营公司 不用演了 那个所谓的企业也是军方的 说实在话是这样子 所以中共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恼羞成 无法自圆其说 只好恼羞成怒 好像耍硬耍狠这样子 那个 那我们看看美国这边怎么操作 1月28号 美方发现 那个气球是 据说大陆内部的那些消息 在湖南的越洋放出来的 然后放了5颗 然后其中有一颗赶快修改航道 进入南美洲去的那一颗 第二颗来不及了 就进入美国 现在后面还有3颗 那这些气球呢 那个放出来 然后呢 气象学家已经知道那些气流 你现在这个气球所走过的 走过的那个路径 其实完全在气象科学家的那个 预估之中 他是这样走 往东北经过日本 再往阿拉斯加 然后再调转方向往南 经过加拿大进入美国 是这样 那个气流的 就是那个就是气流运行的路径 那你经过的地方 为什么选个蒙塔纳州 那边有那个美国的洲际飞弹基地 那美国的方向 就是1月28号知道 2月1号进入美国领空 那美国让他走了3天 然后2月4号 他在南那个卡罗纳州的外海 把他外面的那个领海之内 把他集成 是这样子 那美国利用这样的一个 军事用途的气球 间谍气球 在美国上空飘了3天 在以美国这种民主社会来讲 群情激愤 激发美国人对中共的这种反感 然后呢两党一致 要来那个采取强硬的那个 缓制措施 对吧 这是对拜登来讲 一个很成功的政治上的操作 我们必须承认 如果一开始2月1号进入边界 就把他打下来 可以吗可以啊 但是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现在让他这样子飘了3天 对不对 然后大家看这怎么可以 美国本土也被人家间谍气船 进来监看这样行吗 所以呢政治方面的那个效果 非常丰富 对拜登对美国政府来讲 非常丰富 而且是两党一致 你看出来 这个在野党之政党 双方都对这个问题 同仇敌开 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来 回想一下 就是所谓珍珠港事变的时候 美国据说罗斯福总统已经有情报 事实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两个航母战斗群 在每日谈判的时候已经离开日本了 已经开向那个夏威夷了 然后呢 华盛顿这边谈判一破裂 中午12点 日本一宣战以后 那边下午就马上开打了 航母战斗群已经到了 一宣战那边马上打 所以航母战斗群早就离开日本准备攻击美国 那种概念 就是美国政府拿这个来做政治上的操作 激起美国人民的愤怒 然后呢 接下来 所以我说美中关系从此以后就是急转直下 直接走向这个对抗 呼应刚才宋老师讲的 这个是一个不归路 那现在看起来 为什么不在地 美国国防部的说辞 当时国防部建议拜登说你们赶快把他打下来 尽快打下来 国防部说不用那么急 为什么 估计那个侦查设备已经被毁了武功 就是侦查不出什么东西了 那那个让他漂移的结果其实没有伤害 而且底下的军事基地也做了一些掩护 跟应变措施 所以估计在美国本土上空的三天期间 应该没什么东西 那美国要知道的是 他到底是不是已经把资料传回中国 比如说先资料传到卫星 卫星再传到地面接收站 再转过去这样 所以美国要做后续的一些研究 所以把那个气场拿起来 所以不在陆地上把它集成 因为陆地上集成下来的话 一个基本问题就是那个设备摔坏 那所以让他漂到陆地之外的海面 在没有漂出领海之前 在陆海之内把它集落 然后那个他打击的是很精准 就是那个气球跟那个底下的那个底下打掉以后 气球收缩 然后连同设备整个掉下来 所以打撈的时候 只要打到那个庞大的布料 那个气球的材料 就可以连着设备一起上来 所以你看他已经把那个气球打撈上来 所以他这样子的话 尽可能保存那个设备的完整 而不是在地面上陆地的时候 就把它集成 那算下来就坏掉了嘛 所以美国的算盘是这样打 然后号称就是在这个这段时间里的话 让媒体去报导 国会去议员去咨询等等 然后形成一个美国内部的共识 政府跟人民 执政党跟反对党都对这个事情 觉得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一个威胁 所以现在中共已经变成了一个威胁 然后美国境内的熊猫派 这一次没办法再讲任何一句话了 你看现在情况就本成这样子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 等会回来看看 这一次的间谍气球案 这个被认为说中共内部到底在想什么 究竟是内斗还是会有两手策略或怎么样的盘算 而被认为中共似乎借此在测试拜登 而中共又是如何看拜登政府的反应 还有盟友在看在眼里会怎么想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中共的间谍气球 入侵飞往美国极敏感的军事区被披露 今年来有多次入侵的记录 这时机非常敏感 因为俄罗斯才放风 习近平春天要国事访问 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原定 2月5号是4年来要首度访问北京 被解读是要缓和美中情势的一个好机会 而习近平先前是一面高调要喊 外交上要斗争 但另一面要放风给外国媒体说 要外交经济大重置 而中共外交两岸的路线 最近也被形容 有出现一些战狼披上羊皮的两面策略 这时候出了个间谍气球 而中共外交部原不了谎 又说要考验美方的诚意 而外交副部长谢峰还提出了严正抗议 但另一手又为了气球 向拉美国家哥斯大利家道歉 所以中共军方又在严批美方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吴老师你怎么看 中共的反应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时候这样做 就是习近平还有两手策略搞坏了 或者说中共内斗延伸 这个有人认为不要让习近平 有机会好好喘息还是 好我先回应你后面这个提问 就是所谓会不会是有中共内斗延伸 有人挖坑给习近平 就是对习近平挖坑 我认为这个看法应该是不成立 没这回事 为什么 二十大以前你还可以这样怀疑 二十大之后毫无疑问 习近平定于一尊 你看政治局七个常委 另外六个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党内的不同派系 或反对派来牵制他 所以呢 这件事情绝对是习近平亲自过问 因为这个涉及到美中关系 没有哪一个共产党的高层 在这件事情上面 能够跟习近平来别苗头的 不会 唯一可能帮他解释 唯一能够想出来的一个解释是说 这一次疫情开放之后 很多老年人不是去世吗 那其中包括很多解放军高层 因此而病故 所以说不定军方内部有人 真的想给习近平挖坑 给他好看一下 就是借刀杀人 借美国来教训一下习近平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 虽然比较有可能 那么一点点机会成立 但是应该也还不至于 因为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绝对是习近平这边 来策划来主导的 这是第一个 我不认为这个是内斗的延伸 因为现在毫无疑问 习近平是掌握全局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这件事情整个事情来看 表面上是中共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整个来讲是三个大国的关系 美国 中国 俄罗斯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国 它其实是起因也会是结尾 就是台湾 这个间谍气球事件 其实跟台湾有很重要的直接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媒体还来不及讲到这里 我先展开讲是这样子 其实我认为这一次的气球事件的那个 算是开场者 其实是普丁俄罗斯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公布讯息 说这个习近平要来俄国访问 然后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再承认说 王毅要到北京 要到那个俄国去铺牌 习近平的访问 那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中方这边不承认不否认 俄罗斯那边当方面放了消息 这下子 布林肯已经不能来访问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气球 事情还没出来 这在1月20号以前 气球还没出来 为什么 因为布林肯来中国访问 随后也会跟习近平见面 随后习近平去访问莫斯科 那是不是美国同意接受默认 习近平去跟俄罗斯给支持 这像当年赫鲁晓夫被毛泽东找来 在游泳池旁边会谈 然后赫鲁晓夫一离开 毛泽东下令炮打金门 美国说你们两个是不是讲好了 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现在如果布林肯去中国访问 然后习近平再去跟普丁握手 然后军事资源俄罗斯打乌克兰战争 人们会怀疑说 美国是不是知情而默许 所以布林肯绝对就不能来 那美国就需要找一个借口 正好爆发气球事件 天衣无缝 让美国可以下车 布林肯就无限期推迟去北京的访问 整个政治操作的第一个目标是这个 第二个目标 美国内部达成整合 有人嘲笑说 用一颗飞弹价值100万美元 去打那个气球 这个是用大成本 就是大炮打小鸟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如果用100万美元 可以整合美国内部 这个民主社会的共识 民主社会是内部是意见分歧的 有不同意见才是正常的 结果现在你看到的是美国内部群情激愤 高度一致 美国已经几乎就等于准备要跟中共开战一样的 你用飞弹去打下中共的军事资产 就像宋老师刚才提到的 这是准战争行为 所以现在美国把它操作成军用航空器 飞跃美国本土领空 侦查军事基地 你想想看美国人受得了吗 不要说美国人 任何 比如说台湾也好 日本也好 德国也好 你受得了吗 所以而且美国这样做的结果 显示出来什么 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你中共对美国都敢这样子 那对其他国家什么台湾 日本 德国的 你还放在眼里吗 因为确实看起来 中共好像也确实在做这些事情 姑且不说他以前做多少 你这一次来美国为什么 因为有个问题嘛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新闻 还没有看到其他细节 以前我先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时候新闻出来 很多事情你是可以掩盖的 你可以不报道 但是你为什么把他 那个新闻让他出来 有人说是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蒙塔拉那边有居民拍到 对不对 有人坐飞机的时候 拍到那个外面的气球 你怎么不知道 不是美国国防部受益让他去拍 你怎么知道 正好那个人就正好看到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就是一个可能性就是 美国人决定好好演这一出戏 短期目的之一 就是布林肯不用去北京访问 目的之二 美国内部整合完成 完全跟当初牺牲一个珍珠港 让日本去打 美国内部形成共识 可以对日本开战 因为民主国家没有办法动不动对别人宣战的 那现在美国因为被打了嘛 你自本攻击我了嘛 所以我隔天 珍珠港事变之后 投袭之后 隔天 罗斯福去参众两院发表演讲对日本宣战 就这样成立 现在这个一样 如果接下来拜登对中共有严厉的制裁行动的话 你想美国民意会不支持吗 美国的国会会不支持吗 所以这第二步操作美中关系为什么我刚才说急转直下走向对抗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导火 这是一个关键的那个分水岭 那现在看起来 那个俄罗斯等于把这个讯息 习近平要来访问这个讯息提前抛出来 逼得美国必须做反应 因为布林肯这个时候来等于在默许一样 默许习近平去支持那个普丁侵略乌克兰 美国怎么可以这样做 所以美国必须要撤回这个布林肯的访问 那美中关系当然变坏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说第三个 因为这个气球 我为什么说另外一个角色是台湾 因为这个气球原本 中共是要放在哪里 放在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里 来监控支援台湾的美国航母战斗群 因为卫星一定要绕着地球转 不能停留太长久的时间 所以它的拍摄可能会有点问题 气球可以在高空中停留很长的时间 所以可以定点监控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定位 然后把这个数据传到后方 那中共的所谓缓箭的飞弹 就可以有目标 有坐标可以打 是用来阻止限制对抗美国航母战斗群 在台海战争的介入之用 那个气球其实是为了打台湾用的 说的白一点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开始操演开始演练 所以这个间谍气球 其实是因为要打台湾的时候 要缓介入 缓美国日本海空军的资源 台湾的介入之用的 然后现在因为这个事情 美国是缓过来要将中共一军 要缓击 所以对台湾会加码 会在台湾议题上大做文章 所以国会议长来台湾访问几乎称定局 好 我们接着看到就像要请教的宋老师 像美国的情报跟军队的国防都是算是世界超强 不过拜登政府这次的决策过程 被美国的媒体包括这个比较挺这个拜登的媒体 还有在野党都质疑有示弱的问题 也还有一些迟疑 那前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特就认为说 中共这时候就在消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看法 还有就是您觉得布林肯还会访问北京吗 那从美国来说他如何 也许也许王阳博劳吧 就是让盟友呢 就是展现说对他的信心 好的 首先我认为拜登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未必示弱 但是确实有明显的失职 谈到拜登是不是示弱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看呢 也就是说其实拜登对于中共的那个强硬的政策 他不是表现在一种所谓的应战这个层面上面 而是表现在我过去一直在讲 是一种慢死的策略 因为你面对一个中共这么一个强大的 这个体能这么强大的一个敌人 你一次跟他应战的话 美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其实现在战争当中里面 没有最后的赢家 没有说去赢的人就可以去占领你 那么大的一个国土 获得一个所谓的最后的胜利 其实现在战争的结构就是都输了 全输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 但是就是说你可以让 这个你的敌人本身变衰弱化 变成是你没有力量去发动 战争的一个能力 就在去军事化 或者是说去你的这个国家的能力化 因此拜登所采取是一种慢死的政策 比如说像芯片这个封猴啦 金融猎啦 科技断供等等的 他是在这个层面对中共表现出非常强硬 而且是超越了这个川普的一种程度 所以因此你说拜登是不是很示弱 我倒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不过他确实有两个地方失职 第一个就是说他没有在第一时间 让美国人民充分去认知到这个事情 就是所谓的一种Fully informed 就是民众本身有利用知的这个权利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有点迟疑 或者是有所保留 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没有在第一时间对中共进行 最强烈的外交谴责 布林肯也不只是说暂时推迟他的一个访问 所以这个对于中共的反击 至少在外交层次上来讲 是确实是有点软弱 当然现在就是说美国因为这个 已经为了这个间谍气球 已经提前对2024年这个总统大选的开打了 他们之间当然对于带拜登的这个 这个攻击会非常的一个强烈 会显示出拜登一个极大的压力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国防部的处理方式 刚刚吴老师也提到 你如果一进来的时候 你就贸然把它挤落的话 你怎么知道它上面带的是什么东西 说不定它是毒气病毒 甚至是生化战的这个细菌的这个 这个破坏性的元素等等的 所以因此就是说也要去观察它这个路径本身 它到底要去侦察些什么东西 最后到一个安全地域把它打下来 我认为 然后再进一步收集它一个非常高价值的一个情报 我认为这是军方国防部一个非常军事理性的一个做法 否则你贸然把打下来的话 你不管下面也没人或者也没建筑物 万一它是一个细菌战怎么办 或者是它可能携带一个低当量的核弹头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军方的处理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军事理性的一个做法 布林肯会不会再去访问北京呢 我看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就是说你怎么讲的 就是美中的关系已经如他我所讲的 它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准战争状态的一个边缘了 而且是一种以前是说什么 螺旋式的一个恶化的情况 我认为现在是坠机式的笑话 是坠机式的一个恶化的一个结果 所以重新把这个已经跌落谷底 坠机到地面的美中关系 如何在这种废墟当中重新拉回来 责任到底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共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如果再去的话 我觉得毫无意义 既无实质意义也没有象征意义 为什么呢 你如果继续在讲说什么沟通对话 对话也可能用谎言来对话 那么你这个沟通的话 可能也会造成更多的一个误会的一个障碍 所以这种沟通对话的这种论 这种外交政策 我觉得对中共来讲已经多次证明 完全失败 而且是完全无效的 那么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个美国如何亡羊补牢 我觉得与其去提美国应该要亡羊补牢 不如应该去提醒美国就说 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能够一次再一次的 让你有机会去认识中共的本职 而你对这个事情依然如此犹豫不决 我们举一个二战的一个例子 在珍珠港这个事件之前 无论是美国驻日本的大使 或者是日本驻美国的大使 都已经在各种情报当中 你们警告美国 五周以前就已经警告说 日本要对中共 日本要对美国进行军事突袭的行动 当时美国认为 日本你没这个能力了 就像今天你认为就是说 我还是世界超强 你中共没有这个本事和能力 攻击我美国 现在这个间谍 这个气球已经到你的领空了 还要怎么样来去证明说 中共的野心 它的企图是什么 所以与其说美国政府现在亡羊补牢 应该是说怎么样 就是说已经再给你一次 去让你去认清中共的本质 特别是它对于 去打倒美国 称霸世界 它对于美国本身 比可取而代之野的那种终极的野心 到底要到什么样的时候 你才能够认识清楚 我认为这个是 与其是说 美国应该要怎么样亡羊补牢 不如应该要告知它 你要彻底认清中共的本质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两岸 不是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问题 美中关系不仅是不归路 我觉得已经进入了地狱之门 我觉得完全没有可能去恢复出来 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 对于美国来讲 就是它先天上认为说 它的国家安全的优势 是处于两大羊的这样的屏障之下 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就是说 美国它不可能受到别的国家本土的攻击 但是事实上911恐怖事件 还有二战的珍珠港事件 那么珍珠港事件和这个911事件 就是对于美国人民来讲 美国人民本身 他对于国家安全的体认 有一种叫做什么 体感温度的最下限 什么叫体感温度最下限呢 就是说当我的城市 我的本土 我的家园 受到了敌人本身 对我的进行本土的攻击的时候 这个是美国人民在国家安全上 不可忍受的底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今天美国已经遭受到了 这个中共这样一个入侵 你说还有什么途径和可能说 再去和中共这样的政权 去沟通去对话 去设置护栏 你现在哪有什么护栏啊 你的空中的领工 已经被人家这样大大大的入侵了 而且人家将来今天 他可能只是侦查 明天他可能带了核弹头来 他可以利用他的核弹头 或者是一个专地的一个高爆的飞 这个飞弹 可以把你自己美国储存的核子武器 用你的核子武器来毁灭你美国 所以你今天不要小看说 他只是带了一个什么摄像头 或者是一个什么雷达而已 他下一次来的时候 可能带的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我自己来举一个例子 在1950年爆发寒暗的时候 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说 中共这个国家在刚刚建立了 结束了国共内战不到一年 然后面对了美国是一个用核子弹 击败日本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 没有人相信毛泽东会去派兵去支援寒暗 可是至少毛泽东就干了 今天没有人可以保证说 习近平不会干出 当年1950年代寒暗的时候 毛泽东所干出的那一件蠢事 所以这个要提醒全世界人民 要高度注意这件事情 感谢 我们休息一下调话来看 像是间谍气球的舰队 它对于现代战争意味着什么 而另外也就是说 美方在防范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它可能会如何加码对中共的制裁 后续的效应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星期大破解 这个间谍气球可能对现代战争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共声称气球是民用飞艇 但长期采取军民融合的策略 路透社的追踪 中共的军方研究特殊飞行器的机构的研究员 在去年四月论文就提到 气球的军事用途之一是测试敌方的空防 中共研究员在最近有多篇的公开论文 也主张要进一步发展这类的飞行器 在特定任务部署 而美国的军方则评估 这个气球是中共间谍气球舰队的一部分而已 而美军的北方司令部的司令 也周一的媒体电话会议就说 被击落的气球被认为 可能攜带用以自我摧毁的炸药 那有评论就关切了 这个气球实际上是一个无人飞艇 造价又相对低一点 可能一颗气球 就是造一架飞机的造价 可能可以做一百到两百个气球 而且这气球可以长时间的滞留 像刚刚宋老师讲的一些各种的 什么战时的监控 通讯 甚至攜带炸药等等的 甚至可能威胁到美军的航空母舰等等 所以宋老师你觉得说 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做法 其实在二战时期就有气球运用 在这个时候它对现代战争意味着什么 好的 我想利用这个节目 来提出一个就是说 我从一种战争未来学的角度来看 从这一次的这个间谍气球 可以说是彻底怎么样 颠覆了我们迄今为止 对于现代战争的一个认知和观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颗气球本身 已经预告了就是说 整个战争未来 未来战争的一个形态 已经进入了一个太空的一个 新的一个世纪 那么这颗气球呢 我把它定义为是一种叫做 高空对美国的一个不对称的 综合作战球队 我再讲一遍 高空不对称的一种综合作战球队 不是棒球队 不是足球队 是气球队 我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如同美国国防部所讲 它是一种所谓的气球舰队 它是利用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利用我们所谓的一种 风筝和这个气球 还有就是什么样 还有就是卫星和轰炸机的 四个概念所组合起来的 一种不对称的 一种综合作战的模式 那么其实它本质呢 一种叫做风筝式的 细流气球 就是说它是像风筝一样 配合在库中 然后拦了一个吊带 下面装了很多的一个设备 这个叫做风筝式的细流 这个气球 那么英文叫做 Kaitun这个字眼 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利用这个综合各种不同的科技 你譬如说材料科学 那个气球本身不是普通的一个 那个气球所做 它是一种用特殊材料来做的 那么另外就是流体力学 还有就是气象学 那么另外就是数位通讯 还有就是光学科技 因为它的照相 另外就是这个通信的中继设备 所谓repeater 意思就是说 它通过这个频率 功率的转换 还有频率的加强 可以使得它的通讯 无限的延长 这个叫做中继设备等等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AI运算 所以因此它可以利用 这个大气物理的一个原理 那么可以让一颗气球 它发挥一个低轨卫星 或者是气象卫星 难之于间谍卫星 没有办法达到的功能 这个功能叫什么呀 耗高骛远 为什么 可以飞得很高 而且可以藏着在太空里面 非常的深远 所以叫做耗高骛远 你是近太空的那个平流层 其实是很高的 对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 就是说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第一个它随时可以释放 甚至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中共如果在进行一个跨国的 一个国际间谍活动的时候 它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馆 都可以升空 它可以利用万圣节 利用这个圣诞节等 庆祝活动的时候 我发个气球表示庆祝 实际上那个就是军用气球 或者是间谍气球 所以它具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个它可以非常缓慢 而且长时间在一个空域里面 去做滞留 对于动态做一种长期而 这个持续性的一个监察 另外呢 它没有任何的热辐射作用 它可以躲避雷达 同时你的轰炸机也飞不到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 一直要拖延打到最后 在这个海边才把它击落 就是因为这个轰炸机本身 战斗机本身 它有一个深空的一个极限 它没有办法飞到这个平流层上面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 它可以达到一个什么 智慧型作战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讲了这么多的用意就是说 这个间谍气球已经颠覆 解构了至今为止 我们对于现代战争的一种认知 和它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我故意常讲的 就是说是一种全景式的一个新冷战 我在这个节目提到 什么叫全景式新冷战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球体的一个作战 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多空间的一个作战的概念 那么这个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新的空间概念 它是着眼于所谓的平滑层 我们这个大戏里面有一个 我们最低的 我们平常民航机在飞的叫对流层 对流层上面就是叫平流层 比如说叫中间层 然后最后就到外太空 在这个差不多是10公里到 离地面10公里到50公里 而且这个宽度 大概40公里的这个空间当中里面 就是所谓的平流层 平流层是一个最适合去释放军用气球 还有我刚刚所讲的 那种所谓的间谍气球 乃至于是多功能智慧型 高附加价值的这种作战的飞航器 就是我所谓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作战球队 而且它还不只是一个 因为它造价非常便宜 所以未来 包括中共现在已经在研究 过去几年已经开始在研究 研究所谓的军用气球 这种概念 中共没有民间气候学 没有民间的气候研究 它所有的气候研究 都是归解放军用去管的 为什么 它就要利用这个气候的 这种学的一个科技 去发展一个 我现在所讲的一种 高空不对称的 综合的气球作战连队 那么这个新的概念 让我们觉得就是说 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战争 中共已经持续进行多年 刚刚所提到解放军报 那些解放军本身已经进行一种 军用气球的一个研究 就是要去打一场在 这个平流程当中里面的 高空的一个不对称的作战 我们要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 就是这个气球本身 它已经第一个取代了火箭 取代了轰炸机 取代了卫星 它具有一个类卫星的 或者是一个准卫星的一样的功能 而且它能够在大气层当中里面 进行一个以整个地球为作战空间的一个 综合作战的一个新的观念 新的战法 所以我们要特别在这里提到就是说 整个战争未来学的一个趋势 将走向一个所谓的高空作战的这样一个概念 中共已经研发多年 这一次只是初步的对美国进行一种释放 就是尝试的事 那么进行释放 然后来去看看美国对于这个作战的一个球体 有没有什么样的空中预警的能力 当它惊慨于发觉说这样的一个球体本身 需要这么样的一个巨大的作战的功能 而且是高智能高附加价值的一个作战工具的时候 美国的政治反应是什么 朝野之间的看法是什么 舆论是怎么样反应 所以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美国的一个战略的测试 不仅是释放就是说我与你要一决实战的决心 同时我有具有这样一个能力 我随时可以听过空中 然后我对地面做全面的监视 我可以濒临于美国的领土 我可以对你释放病毒细菌生化战争等等的武器 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就是说 中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战争时代 是一个战争未来学的一个概念 当然最早这个气球的东西是美国先发明的 但是中共在过去几年当中里面 一直在研究美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战争史 二战的时候美军怎么打赢的 还有跳岛战略是怎么做的 那么美国是怎么样发展它的这个所谓的 几英数飞弹等等 发展它的这个卫星的一个通讯等等的 所以中共这两年来一直在研究美国 当时作战的情况是怎么样 它用以怎么样 失疑之际以置疑 用美国的经验跟美国的战术来对付美国 这个是我觉得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是 未来战争未来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发展 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 其实大家应该关注出说 美国照理说这些技术都掌握 但它怎么因应 它像相关策略 跟未来跟盟友之间的沟通 伙伴要配合 相关先讲好 那我同样我要请教吴老师 这个间谍气球入侵 有多家的外国媒体形容 这触发了拜登的石普尼克卫星时刻 就意味着说相当于1957年的时候 苏共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 让美国感到 哎呀好像可能被超前 所以赶快加紧各方面的科学研究等等的 然后加速了这个竞赛 那现在有多名的美国政要都要求 要加码制裁中共 像前国务卿蓬佩奥 也提出了五项措施的建议 那您怎么看美方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从美国的这边的反应 去观察一下 有人说他1月28号知道 然后2月1号气球进入美国的领空的时候 那个时候本来内部会议的时候 拜登就说早一点把他打下来 但是美国国防部说不用那么急 美国军方提出了意见 然后现在几个观察点 第一个 他们说因为蒙塔纳州的居民拍到了 所以好像不能再掩盖了 不能再拖了 只好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 你怎么知道那个蒙塔纳州的居民 不是国防部叫他去拍的 这种事情恰好被某些居民看到 可能性太低了 既然美国军方已经知道的话 他可以透过一般居民去拍 然后拿来照说我们盖不住了 把他公开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打的时候 那个灰弹打的位置 是气球跟他底下悬挂的设备的 那个中间地带 然后这个气球一萎缩之后 整个东西掉下来 它掉在那个海面 然后打捞很方便 为什么 因为气球跟设备的那个连线没有断掉 所以他只要把那个布料 那个气球的那个材料 白色的嘛 捞起来的话 那个设备也就可以跟着捞起来 如果他在陆地上把它打的话 那很可能掉下来 设备都摔掉 都坏掉了 无法做研究 所以在海面 离开陆地到了领海的地方打 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原因在 然后第一 再来一个观察就是 就像宋老师刚才已经提到 他原来是有一个自毁 自己爆炸的这个装置 因为这个拿军军用的 是会有一个自毁装置 问题是 那为什么自毁 自己自行爆炸的这个装置 没有启动 你会想到 既然有那个自毁装置 那为什么没有启动 很可能 那个启动的那个机制 被美国把它 那个 毁掉了 所以他 中共想要把它自毁的话 没办法 民主党参议员 舒默是有说 这个中共其实是有 企图要加速 让那个气球 离开美国的境内 但是在过程当中 有被发现 对 你可以离开 你说有一颗是 既开以后又进来 那可能就是这一颗 也说不定 就是因为它里面 有自毁装置 自行爆炸的话 那为什么不启动 很可能就是说 被挡下来 被美国这边 已经把它挡下来 就是说那个通信 还是什么东西 已经被毁掉了 所以中共可能 想要把它毁掉 就发现不行了 所以他知道了 那因为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那个设备 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所以美方才大大方方 让它飞个三天 然后把它演出一场政治秀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 那个日本在二战时期 曾经做了九千颗气球 然后准备去 当风炸用 就是攻击美国本土 让美国造成人心惶惶这样 结果呢 好像只有一千颗进入 然后最后呢 只死六个人是为什么 听说有一颗球是 掉在树上 然后有一些人 因为他消息没有公布 军方没有公布消息 老百姓不知道 有一个老师带五个学生 去把那个球拉下来 结果不行 过程中爆炸 六个人全部死掉 就死六个人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气球 它是可以携带炸药 从自毁装置的炸药 到攻击型的炸药 它如果炸药增加一点的话 就像宋老师刚才提到 它很可能变成一个轰炸机 做进行轰炸的任务 或者它有可能装的是病毒 细菌等等 变成一个生化武器 那或者它变成一个 气球作战平台 它把收集到的资讯 透过卫星传到地面接收站 然后地面再发 讯息给那个攻击的一防 包括飞弹发射基地 还是那个战斗机 还是航空母舰上面的 那个武装力量 打击力量 变成一个急慢速的 超高空的无人机一样 就是说 它停在那边以后 然后追踪定位 这些那个打击目标 资讯数据后传 然后再让前方攻击的武力 可以根据这些定位 去做它的那个精准打击 所以这个气球 不是只是所谓监测 因为它有自毁装置 可以装炸药的话 你可以把它扩大联想 当初日本就是拿这个气球 是准备当做那个封炸机来使用 投弹使用的 是这样来 然后再来一个作用就是 它大量制造这种以后 如果美国每一颗气球 都要用飞弹打掉的话 它九千 假定它做九千颗气球 你是不是要打九千颗飞弹 那你的库存就消耗掉了 所以这个到最后本身 也可以当做一个 吸引对方的飞弹武力的 这个库 消耗掉的一个工具 求海战术 就是所谓求 对 您讲的没错 就是求海 以前中共 叫人海战术 拿人来牺牲 现在拿气球来牺牲 给你打 你打啊 对不对 你打一颗就是 去掉一颗飞弹 对不对 我九千颗 你九千颗飞弹打完之后 你还有多少飞弹来保护台湾 所以这个气球的 这个军事用途 你把它想下去的话 真的细思极恐 你仔细想一想的话 还蛮恐怖 所以美国干脆说 这个是间谍气球舰队 这是一个战斗群的概念 你只要把军事用途 想下去的话 你会知道这个很严重 然后呢 这个从头到尾 就跟打台 中共要打台湾有关 他是针对 这个美国 这边的海军 空军的这个 对台湾 台海战争的介入 来做一个缓制 一个制止 缓介入的这个战争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很明显 这是超 所谓超限战的形式之一 美国打贸易战以后 中共的回应 第一个就病毒战 不管是不小心泄漏 还是蓄意投放病毒出来 这是超限战之一 现在这个是气球 这个是第二个超限战 所以中共现在其实跟美方已经进入传统热战之后的那种交战 已经双方其实已经在开战中 只不过不是传统的那种飞机大炮坦克那种作战 而是超限战或者不对称作战的各种武器工具都开始拿出来 所以中共为什么这个敢对美国这么死啊 这么死坏 原来他口袋里有很多东西准备拿出来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那么对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为什么台湾不来搞气球舰队 如果我们对可能攻击台湾的武力 来自中国大陆那边 我们用很多舰队过去 这个气球过去观察 那个数据后送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做到有限的那个武力 做出精准打击 那对台湾防守台湾不是很好吗 我们以前就用星战气球 这个带着船单过去发 不是重破 不是丢那个 政战那个资料 我们台湾为什么也不能 不能跟着做这个间谍气球 打造成气球舰队 对中共做人求海战术 这个既然它这个是攻击台湾用的 阻止美国的介入 那我们台湾也可以用气球舰队 来阻止解放军共军对台湾的攻击 所以台湾要开始思考如何进行超限战 在军事用途上要发挥想象力 不要自我设限成传统的那种打法 什么那个叫什么 洛曼地登陆 抢滩登陆 不要用传统的那个想法来考虑 现在面对的各种超限战 就有些将领讲的台湾要多思考 多发挥不对称的作战方式 你看中共其实口袋里很多家伙很多工具 现在一个一个亮出来 他敢跟美国这样玩 原来他有这些怪招还是妙招 是这样子 好 节目最后我们请两位来宾 各用一分钟总结今天的讨论 先请吴老师 这个气球的问题 可能是美方会这样处理 有一个作用 我刚刚讲就是要把布林肯国务卿 去中国的访问 四年来第一次 等于是把它打掉 而这个原因是因为普丁把中共拖下水 把习近平拖下水 说习近平要来访问 等于是这个时候等于是习近平已经下了决心 要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 他才要去这一趟 那这个原因之一是因为 习近平本来想要出卖普丁来讨好美国 结果美国现在宣布众议院议长要来台湾访问 这个习近平还没面子被打耳光 现在习近平想要倒到俄国那边去 俄国呢当然就算账了 其实俄国早就对那个习近平不满 所以俄国把习近平要来访问的消息 泄露出来 公布出来的结果 逼出美国要撤回布林肯的 北京的访问 然后才有这个气球事件这样操作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看起来的话 这个气球事件背后 居然是很可观的一个大国博弈 而且三个大国 美国中共跟俄国 然后牵涉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台湾自己 所以我们看气球事件 绝对要用军事上的角度去思考 而且要开始预做准备 将来我们也可能会面对各种 来自中共的气球 而我们可能也可以用气球来缓制 这样一个其中一种策略剧本 那宋老师 好的 我今天从这种战争未来学的角度 提出的就是中共现在其实已经对美国发动了一个叫做 不对称的一个高空求海战术 这么样的一种做法本身使得美中关系已经进入到了战争边缘 那么美中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最急事的一种残破的一个状态 同时美国人民也已经充分感受到的什么叫做中国威胁 亲门踏户的来到你们家的门口 所以我想这一次这样的一个间谍气球事件 可以说是让美国的政府 美国的人民 以及让全世界看清了 这样的一个高空的一个偷袭战术 以及未来可能会主导整个空域战争的一个新的模式 应该如何引起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视 特别我要提出强调的就是说 全球各国都应该密切注意 长期以来中共已经在全球各地 进行一种所谓的跨国间谍行动 是系统性的持续性的执行 所以一颗白球一颗气球 可以说充分暴露了中共的全球的终极野心之所在 最后的就是说 所有的战争的发生 都是因为独裁的本身的明目张胆 以及他的不计的后果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说 习近平他是不是真正有一个能力来领导中国 能够处理危机 以及我们未来在台海战争中里面 我们能够怎么样透过一个战争未来学的概念 重新去塑造我们的国防战略 重新来保回我们的国家安全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精辟的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 也继续邀请大家来加入一个新平台 叫做干净事件来订阅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我们每周三我们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更油脂的节目 谢谢观众朋友们